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List 今天要做视频呢就是我要捐掉的东西 那先说一下我身上今天穿的这一件衣服呢 我也会把它捐掉因为太小了 然后这个本来是我跟我女儿的母女服 那因为她很喜欢狗 可是她那件也太小了 我这件本来就小可是缩水 没知习越来越小就感觉很不合身 然后她也不穿了所以会把这件淘汰 那淘汰之前为了给她做纪念呢 我就穿一下我的cute很cute的这件衣服 然后呢今天oh my god 我现在做几简差不多是九个九个月吗 对九个月 然后八个月的时候呢我有停住 我说我那时候很想买买买 然后有一些网友说你应该要重新 那你就买吧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我衣柜里面还有一对我没有穿的衣服 所以我今天决定呢再做一次淘汰了东西 那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好第一件呢这个礼服其实是 很常我是一次都没穿过的 那好像我忘记是买了三百块美金吧 那当初是因为去一个邮轮上面的时候 然后很想穿的很漂亮礼服 平时没有机会买了 可是买了呢因为 为什么结果在邮轮上也没有穿 因为好像觉得是太长了 然后就想把它拿去改 可是我觉得就算了吧 就是我已经有另外一件 我有一件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礼服了 我就留那一件 那这件其实穿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我不想它一直 已经买了两三年了吧 我不想它一直在那里 太长了太长了 然后这个边改的话也很麻烦 所以我不想它一直在那个地方 就是占着我的衣柜 虽然是是很漂亮 可是是因为真的是两三年一次都没有穿过 虽然虽然很舍不得 这是应该是我DMP 这是应该是我类似最后第几批淘汰的衣服之间的 所以我这件衣服是很喜欢的 我有考虑说想上网把它卖掉 又没有穿过一次都没穿 可是不知道我就觉得有点麻烦吧 就是因为要卖的东西啊 太已经我不想就是一点一点去处理这些 就把它捐给有需要的人吧 很心痛非常心痛的感觉 然后以后不会再乱买礼服了 如果买礼服的话 我已经有一件很漂亮很漂亮的礼服 就你们看我那个profile picture 我在youtube上面那一件单件的那一件很漂亮 我觉得那样够了 就是因为我不会去 我应该不会那么经常参加各式各样的礼服会 那如果每一次我就穿一件就好了 没有关系 那不行去租就好了 那这件呢 这件是等于是 就是vest 我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这种小夹克衣嘛 小背心式的分学衣 就是冬天的时候会穿的 一直放在家里好像室内的时候才穿 因为纽约冬天很冷 那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牌子 这是Old Navy Old Navy是老海军吗 翻译成中文 对 所以有点褪色了 然后就在家里穿 我觉得不用了 我家里以后就穿 我想 我可能会近期购买一套很好的 就是冬天的睡衣 全勉的 但是就是全套 在家里就有一套睡衣就好了 我在想可能是Muji的 或者哪一个 如果大家知道哪一个好的牌子的睡衣 可以很适合买的话 大家告诉我 我一定要是有机的全勉的 然后我决定就拥有一套冬天的睡衣 一套夏天的睡衣就好了 好 那这一件套太掉了 没有 我不会心疼 就是刚刚那个礼服是好心疼的 那 这一件呢 这件买了应该是超过十年了 超过十年 这个牌子是好牌子 是LL病 LL病呢 它之所以出名呢 它是加拿大的一个牌子 我就是好像是说它的这个牌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十多年前是有研究的 就说它这个牌子呢 是非常非常保暖的 它穿的任何衣服就是都很保暖 可是呢 这件衣服我觉得不适合我穿 穿起来不那么好看 所以我很久很久没有穿了 它这个颜色啊什么我 我觉得是跟我十几年前选美观是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留着 但是因为这件好像是买了两百多 两百九十九这样子 因为是非常热 所以我又就一直留着 可是 可是不穿了也没有用 就是 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很生气自己乱买东西 所以当初买的越贵的 现在淘汰掉 越生自己的气 那 那这件呢 是 我女儿的 一件小衣服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但是它太小了 Pink Public 就是一个小店买的 所以就淘汰掉 那下一件呢 是我自己的衣服 Timberry Timberland 这个也是挺好的牌子 但是好像有一些折子了 我之前就是留着它 是因为想要在家里的时候穿 可是我家里已经有了 已经有这样短袖的了 所以就扔掉吧 就是 不要太多 就是舍不得这种T恤 那这一件呢 哦 这件是爬山用的 里面的衣服 叫hiking hiking shirt 就是如果流汗的话 如果冬天的话 流汗流很多 那它会出很多很多汗在你身上 出完了以后呢 如果是全眠的 它反而会把那个汗 全部吸在你身上 你身上就湿透了 可是这一件呢 它就会 把你的汗全部蒸发掉 它的material 所以当初我是去 有一次去hiking 是去snowhike 就是去雪山上爬雪 然后就为了那一次买了这个 可是爬完雪山的雪以后 我发誓我再也不去雪山爬雪 好冷啊 就是根本不适合我做运动 那当初年轻就想挑战 所以就放在那里 其实一直都没有用 那下一个呢 哈哈 其实这一个就是典型的 不太大 舍不得丢掉 这个是类似 呃 超级大的毛巾 然后有时候 可以把它放在那个 当初是 天呐这个多久了 这个是我 十 哇 这个已经二十多年了 十几 对 就是 超级超级老的 可能都 三四十年了吧 因为是我 是我妈妈那一代船下来的 就是它这个是 虽然是 是毛巾的材料 但是它是铺 可以 铺在一个单人船上的 所以我以前 有把它铺在单人船上 你们看这个 花纹什么 你们就知道 这个style是 已经几十年的style了 那下一个也是 我们家老古董的东西 另外一个超大的毛巾 哦我的天呐 啊 这个如果拿起来的话 你们会知道有很大很大 反正就是 已经够铺一个 单人船的船单的 那下一个呢 是 我妈妈的衣服 因为 因为他 呃 因为这次是 跟他一起做的几件 我跟他一起就说 他不要穿的衣服 就扔掉了 所以这个是 你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就是他的衣服 那他的衣服穿了 也是十几年了 然后他觉得 不会再穿 我没看他再穿 所以我们两个 有一起决定 把它扔掉了 这是帮我妈妈做的 那这个呢 也是 呃 这个也是他的衣服 所以也是扔掉了 就是他毛衣一件 那这个是 这个是他的裤子 对 就是 他已经不穿了 就是 几十年以前的style了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 奥尼比的一个T恤衫衫 我女儿的很以前穿的 然后 另外一个红色T恤衫 那这一件呢 这一件是我女儿的睡袍 呃 因为他已经 他其实这样睡袍有两 三件三件 夏天的冬天的 然后不同花纹的 那这件他已经不穿了 所以呢 呃 虽然他还能穿的进去 但是他不穿了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只能留一件 他就淘汰掉这件 所以他现在睡 预袍的话 只有一件 预袍 冬天的和一件 夏天短的那种 从游泳池出来的 那 我是想把他就淘汰 他有一件了就好了 到时候我们看看吧 那这件是我妈妈的衣服 你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 比较 比较脆潮流 那这一件就是我典型说的 就是以前我们参加活动的时候 参加这样活动的时候 他发给我们T恤衫 然后质量也不怎么样好 但是因为 是一个纪念 所以就把它带回来 还有每一个人 我们全部人去参加 每个人发一件 两件 然后 这就是典型这种T恤商 可以坐在家 可以在家里做抹布的那种的 那 这个就是睡库 我女儿的睡库 太小了 所以他就 我们就决定 退掉了 然后这一件呢 是 衣服 很好看 其实他穿的很旧小孩子 可是也是太小了 所以小孩子的衣服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们在美国的话 小孩子的衣服 你们真的去二手店买就好 二手店 因为小孩子 他们拿出来捐的衣服呢 其实都蛮新的 一般是因为太短了 才捐掉 而不是因为像我们大人去捐衣服 就是好旧啊 身上有褶子啊 或者 呃 款式太旧 或者穿起来太旧 才会 才会捐 可是小孩子的衣服真的是 又干净又行 去买二手货 所以我觉得如果 当然你到十几岁的时候 就不要去买二手货 因为十几岁小孩子 他们还是会喜欢穿好的 他们还是有一种 在学校 他们还是需要有他们社交穿的好 可是我觉得 差不多六七岁以下的小孩子 去买二手货的衣服就好了 如果在美国的话 找一个好的二手店 他好多好衣服的 特别是教会开的二手店 那好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T恤 那这一件呢 我很想问 有没有人住在我家附近的 下次可以来拿 那这一件也是我女儿的衣服 那也是太小了 所以他就不穿了 反正就是一堆太小的衣服 那这一件也是他太小的衣服 穿了 那这一件呢 是跟我身上配的睡衣 给你们看一下 很cute 就是也是狗嘛 包着 可是这是我最喜欢的狗 的那个 我女儿 是这样的T恤 是这样的T恤 然后呢 下一件呢 是一个legging 这个颜色花色都都不好看了 那是我女儿的 他太小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扔了 好 那今天做的这个视频呢 就是这么多 其实是有两个超大的袋子 装起来的 然后呢 我们待会会去把它捐掉 然后还有一些袋子 我会陆续给你们做 做各式各样的视频的 好 那我去捐衣服了 那我们到时候再见 拜拜 哦 我忘记说了 就是我从这一箱里面 学到的东西呢 就是礼服 你们只要有一件就好 一件或者最多两件 不要超过 这是最喜欢的 我现在是最喜欢的 就一件 你们去看我最喜欢的 在我profile picture上面 那第二件呢 就是 我的 就是这些小孩子衣服 第二个学会的 就小孩衣服 其实去二手店买就好了 否则的话 就是每一年你会丢掉很多的 我说小孩子是六七岁以下的 你们到二手店 可以买到很多很好的 至少在美国 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些东西有地区性的 嗯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不要乱买东西啦 反正我就 我觉得我扔掉最心狠 就是那个礼服和那一件 那一件 LL病的 超长的 超长的外套 这两件都是超过 都是超过200块美金以上买的 那那礼服我连穿都没有穿 因为当初觉得太漂亮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说 其实可以穿礼服的机会很少 当然 如果你们是可以要天天出席 穿礼服的场合的话 那你就不要把我这些话听进去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就是一年都不会去超过两次的 这样子重大的 就正常情况下 不会超过两三次重大的典礼的话 我觉得一件礼服就好了 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去租 不要放在那一丈地方 好那还没有订阅我频道朋友 这个频道90%讲的都是极简和理财的 那好我们今天就做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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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